有一个妇人和一个许久未见的好友见面聊天 朋友见她憔悴了许多,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妇人说,前一阵子许多好友觉得她年过半百,棺材都尽了一半 应该好好地享受人生,想吃就吃,想玩就玩 她想想也对,所以就跟着贵妇团一起到国外吃喝血拼了一番 只是买的当下觉得很快乐,回家之后觉得很空虚,甚至还有些罪恶感 尤其在看到国中生暑期打工因墙砖倒下而被压死的新闻 更让她觉得难受,心中很唾弃自己 以前的我时常觉得内心若有所缺,常常找些自己觉得快乐的事来做 例如,跟朋友出去吃饭,看电影,逛街等等 一个人闲来无事,更常常看各类电影,戏剧 躲在那四四方方的框框,体验了各种的喜怒哀乐,心里很满足 尤其是当一部好看的电影或戏剧结束之后 心里觉得很空虚 哎,一部好剧又结束了,我的快乐和满足又没了 所以就赶快再找下一部好剧,继续让自己的生活得着快乐和满足 就这样无止境地循环 这些快乐和满足都是靠外力而有的 并非发自内心真正的喜乐 快乐是一种短暂的感觉 物质上的享受是永远也无法满足我们的 所以我们时常觉得心里空虚 所以我们一直寻找幸福快乐,也一直寻不着 神爱我们 他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可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 只涌入永远的生命 原来我们一直口渴,都是因为喝错了水 神是一切的源头 只有我们深处的灵喝对了水 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